GELINE 劉鑫 二十五年 欸好短 所以我還是之前的攝影師 我 81 年進去的時候 我其實忘記我薪水多少 因為反正我從來也沒有零 我那個一整年也從來沒領超過一萬塊 可是為什麼我會沒有領超過一萬塊 是因為我以前我們拍照那時候是底片嘛 然後我們師傅都是這樣 我們師傅會叫了很多底片在冰箱 等下冰箱冰影像冰箱冰箱冰底片 那很多 那當然因為我自己很喜歡拍照 我都會自己去拿底片來拍 我會去進入所謂的時尚飾演 這個圈子也是因為我喜歡這些光鮮亮麗的東西 我喜歡漂亮的模特兒 我喜歡漂亮的衣服 我喜歡這些照片可以拍得漂亮漂亮 它其實就是很美好一件事情 在台灣就是說你不要通俗一點 你不要沒有風格一點 那你可以接到案子 就我們講金字塔嘛 或者說這樣 你特殊風格可能它的課程是少一點 那你通俗一點的課程多一點 可是 其實有時候你得選擇 但是你可能爽度會高一點 就是看你怎麼選擇 那我會這樣選擇也是因為 其實我一直做任何事情 我盡量對我自己負責 可是為什麼我會去做這樣的事情 那也因為我有藝術創作 我有自己的創作部分 那個創作部分 我就可以百分之百的 我想要怎麼樣的發揮 我那時候本來只是要 只放人物的部分 後來會丟入很多所謂的 自然風景的這些東西是因為 我突然發現 我拍的這些石頭 跟我拍的這些人的溫度 其實某方面是很像的 然後我一直把它們擺在一起看 然後好像是同一個調性的 所以最後面才是組成的這個 所謂body跟landscape 模特兒他會有前台的法力 他也有後面的努力 那所以我覺得說 這部分一般是沒有呈現 所以我那時候 我就想說 試著去表達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去拍他 他當模特的時候 我們去拍他跑步的時候 我們拍他自己家生活的時候 然後我們拍他 無所事事等待的時候 我去拍這些東西 你知道嗎 我遵循自然 我遵循人性 對我來講 我大部分的東西是拍人 我的展覽也有拍石頭 也有拍畫這些東西 可是我拍這些東西 也是用人性的方式去表達它 我對人這件事情 人的情緒 人的思想 我非常的著迷 你得試著不要欺騙自己 假如說你想要用攝影這件事情 因為攝影太容易了 然後論壇也很多 朋友教育也很多 或你自己都看到很多東西 但事實上 你自己心裡面是怎麼樣一回事 我想你得不要欺騙自己 只要你專心致意去做一件 你喜歡自寫 你慢慢就會變獨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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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